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有的时候不是一个微笑 它也是一个慈善的行为 包括我以前看您的演讲 主题就是慈善的根本是心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 很多慈善行为 没有金钱是进行不下去的 包括有的人说 有一些人认为 慈善组织 就像是一个富人俱乐部一样 我就想问一下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再有一个就是 在一个慈善组织中 您认为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如何来关带慈善与金钱的关系 请上师开始 谢谢 这样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的全民素质 或者说人们的道德观 大家都有善心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不会把所谓的慈善 当作一些富人的事情 或者说做慈善家的一些聚会也好 或者做慈善这样的活动 看着一些富人俱乐部就不会这么想的 因为像一些西方国家有个别的话 它从小都是包括在幼儿园 在小学 在中学当中整个社会的体制当中 都含有一些做慈善的行为 包括在他们的教育当中一直是推广这种慈善 当然这种慈善跟佛教的慈善 在慈善意义上面还是有所不相同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的整个大家都是在无知主义也好 或者说是自我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思想下 其实我们东方的很多慈善的确是觉得 做慈善的这些人他们有些人认为这是很傻的 为什么自己的这种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无缘无故地给别人那这是一个非常杀事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为什么要给他们 很多人有这样的不理解 当然我觉得不仅仅是做慈善吧 我们做许许多多的以我们的一些主流思想 或者说是社会的 中共的道德观不相同的有些理念 人们都会质疑甚至排斥 这是一个也是常见的规律 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对家人也好 对学生也好 对所有的人 其实慈善应该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 有些家庭就在零花钱当中 对学生的一些很少的零花钱里面 都是慢慢慢慢积累一些部分的 比如说百分之一这样做慈善 从小都是培养这样的理念 那么这样的话就像我们从小都是对孩子 就是说你的学费当中或者学杂费里面 部分都要捐给做慈善 做公益 这样的一种理念他长大之后 自然而然在行为上有发生变化了 然后我们在社会的各界各行当中 慈善并不是一次性的 或者说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病人 看到一个穷苦的孩子我们去绑一下 这是一个突然的行为就可以了 其实不应该这样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 不管是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 得来的钱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途径得到的话 其实这是社会的资源 那么这些资源来自于社会 部分我不得不享用 因为我要生活 但是部分我们回馈给社会 这样的话我的财富就比较稳固 比较长久了如果我没有这样 我在非常富裕的时候 全部都我自己肚子吞下去 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其实拥有财富的 可是我那个时候一点善事都没有做 特别可惜 所以我想是我们大家通过各种途径来 把慈善的一种必要性对社会各界人生 从道理上 理论上慢慢慢慢讲 然后行为上不松懈 慢慢比较合理地去推广的话 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人们自然而然能接受 这样的这种慈善理念 很久以来一直在听看部上师 也在看看部上师的书 但是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去接触 今天是感谢这个慈善协会 慈善基金能接触到看部上师 今天也是很荣幸归一到看部上师 我作为一个佛弟子 我是做企业的 但是在修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障碍 也会遇到一些烦恼的心 总是心情不是很平稳 这个也许不是我一个人 我想做企业的 包括我身边做企业的一些朋友们 也有这个想法 今天我很荣幸能说到这些话 那么我提醒那个上师 开示 就是说我在修的过程中 修得不好 但是又 企业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也想放下 不做企业 好好修行 但又看到身边这么多 员工们 自己又没有放下 所以还是提醒上师 开示 我 不做企业 去修行 是合适吗 其实我刚才也间接 在我的前面的 给大家讲的语言当中 也说了一些 作为企业呢 应该是对社会的一个责任 应该它有对社会的责任 前一段时间我在佛教的一个开示当中 我特别赞叹 有一些企业家 对现在社会的贡献 什么社会的贡献呢 如今在这个世代当中 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如果有一个企业家 他能受很多的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 那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菩萨行为 所以我刚才也讲了 就是建议你可以安排你的时间 比如说星期三 一三五你上班 二四六就修行 礼拜六 礼拜天干什么呢 如果这样的话 企业也不需要放弃 修行呢 如果你用全天的二四六全天的时间的话 因为有时候我们修行很累的 即使让你真正要修的话 有时候就不一定想修 还是要想修习 跟自己的起义里面聊一聊很亲切 所以我建议也帮助众生和自己的修行 这两者都从大乘佛教的一些思想来讲 确实很重要的 感恩上师 好 接下来我们请出第三位问问题的人 我是一个 我是如是书店 我是开书店的 我就想请教一下 打断一下 如是书店的董事长夫人 感恩上师 也是如是书店 如是整个学习中心的创始人 感恩大家 是这样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新的一个修行人 然后自己企业又很忙 就想平衡这个时间 然后也想带动身边的很多的伙伴 一起来修行 怎样就是感染他们 大家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帮到更多的人 第二个小问题是 其实我每天就很焦虑又很快乐 在这个企业运营过程中 遇到各种困难和坎 有时晚上成熟会睡不到觉 但是我又想我做的事情 就特别有意义 又非常的开心 就这种平衡焦虑 就是又快乐又焦虑这种状态 怎么去平衡它 然后怎么样我的企业能活 能走得更远更久更发展 能带动或者帮助更多的人 感恩上市 感恩 谢谢您 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我想你们这个企业的团队 应该说 其实某种意愿上面就讲很好的 刚才我也听到你们介绍 即使现在做书店的应该很难 但是给大家一种无心的提供阅读 智慧这样的一种机会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碎片时代 没有一个整体的框架 如果我们系统的看一本书一本书 这样的话 那其实我们人在内心当中建立的架构 与水平文化带来的截然是不同的 包括我个人的话 我自己也在思考 比如说我人生的一些最大的转变 可能是佛教里面的 像《大圆满前行》《入菩萨行论》 个别的一些大经大论 依靠他们的这种思想 让我彻底的可能转变 所以我们每个人 依靠自身的这种能力 依靠自己对某个学问和某个专业的一种爱好 然后再继续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舒适的环境 和给予的一种方便 这种精神如今这个时代当中也是确实非常难得的 也许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 每个人都觉得 他背后的一些用意和一些发心不一定发现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直接或者间接给众生 给人类 带来的这种正面的思想 这种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所以我也是很随喜 你们多年以来应该给大家提供阅读智慧 我自己也在思考 像以后建立一些书店 包括一些图书馆 这样的话表面上可能谁都不知道 这个用意是什么 但逐渐逐渐在这里给别人带来不共的一些利益 然后同时你的团队在这方面 要引领什么样的一种精神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团队 都是跟我们主要的核心人物 领导班子的思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比较善性 像《心经波罗弥多》 有一些利他的思想 逐流的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文化 这种文化给他们经常强调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话 那你企业里面的这些人至少也是 当然他们有没有信仰是可能个人的事情 我昨前天在哪里 有一个地方听到说 有一个企业家问他你信不信佛 如果不行的话 那企业家里面马上开除 我想这都是有点太那个 但是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吧 有些是也有这样的 但我觉得我不建议这样 因为有些信仰是 可能是比较自己特殊的缘分吧 但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就比较赞叹个人对这种知识也好 佛教也好 有些信仰也好 这方面有一些偏重 给他们提倡这方面的思想 比如说我遇到的很多的念心经 念弟子柜这样的企业文化 这是非常好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 第二个问题 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心态 有时候是比较开心 觉得自己获得这样的人生 也健康 各方面的条件也比较不错 有时候可能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 包括家庭 各种各样的事情 心里面特别烦 但这个是每个人 尤其是可能这个时代当中 很多人的一种可能特定的事物吧 每个人都看有些时候是有心情不太好的 但这个我觉得最好是修行大乘的 像《入菩萨行论》那样的利他思想 如果我们真正是有一些利他思想 那不管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 虽然会有烦恼 会有痛苦 但是如果你的这种利他思想慢慢培养出来 那自私的这种痛苦不会很强烈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一些心里的浮躁 心里的一些烦恼慢慢慢慢会消失的 所以我们现在佛教徒当中 以前烦恼非常重的 特别心情不好的人 现在不管怎么样发生任何事情 还是很开心的 很快乐的 我觉得大家最关键的 我们要好好地修利他的菩提心 你的心情也越来越好 所有的烦恼越来越减少 而且我们所作所为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想以后大家多修一些利他的菩提心 非常好 谢谢 感恩上师 刚才这位美女 首先我觉得要感谢如师书店 感谢安妮师兄 给我们组织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见到这个看部上师 这个我是很多年前是看部的 那个就已经成为看部的粉丝了 就是我是一个机缘 是在机场买到看部的这个书 那个《苦才是人生》 后来出来了整个一个系列 我都非常愿意读 然后大家其实在外面的书店里面 也可以买到这个看部的著作 我会有一个倡议啊 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看部的著作呀 包括这种正能量的著作 可以多跟周围的人分享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 生活在人类社会 我们每天都要跟人打交道 就是即便是我们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 可能也还是要跟自己讲话 所以就是无论在就是什么样的地方 就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的 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烦恼 可能都是跟人相关 无论我们是在国内也好 在国外也好 我相信可能都会有相同的烦恼 所以我有一个来自那个远方的问题 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在国外 他想请教上师说 如果他人误会你而产生烦恼 那这是自己的业力问题 还是他人的业力问题 然后误会别人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过失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 近一点 大声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的这种 成长型的这种团体 还有这种比如说学佛这种团体当中 就女性的比例现在是越来越多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 就是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个女性觉醒 或者女性这个这个 这个笑的可能都是挺认同我这个看法的 这个但这样的一个时代 但我觉得我们作为女性 可能在很多的场合下 或者关系当中都像一种纽带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学佛呀 或者接触一些正能量的 这样的一些观点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 来把这样的一种能量传递出去 请您开始 谢谢 谢谢 别人误会 对别人误会 好 这样的 你告诉他 误会 其实误会的话 实际上看别人误会的话 这个是也要观察这个事情的经过 因为有两种情况 就是有一种情况 别人误会的话 比如说我误会某个人的话 可能因为我的智慧不够 别人许多行为是非常如理如法的 但是我的智慧不够对他的所作所为 生起特殊的信念 还有一种可能确实是他们的行为 或者他们的思想也有关系的 这是在佛陀时代的时候 诸如此类的故事非常多的 比如说我们诽谤某个出家人 诽谤某个出家人有些是有原因的 他自己相续当中有邪见的 稍微有一点因缘的时候 以这个打作文章 如何如何 你看现在也是在网上的很多事情 有些是完全是一种诋毁 但是没有任何理由的话 可能会讲一点点理由 他就依靠这种把柄就开始说的 有些的话可能是诽谤的对境 他自己的行为的的确确也是有些不如法 或者这样的 我们现在晚上有些传递的信息当中 人们大家都说的也是有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具体的有些问题 可能要具体地去分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女性如何 女性现在是这样的 在这个世间当中 因为女性是比较有爱心 有慈悲心 所以整个全世界的人类来讲 女性和男性的数据差别不是很大 像中国的话大概是男性的多一点 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家庭的观念 家里不知道山东怎么样 家里一定要有一个男性的 我们藏地都是有这样的 昨天听到我一个亲戚说 家里生的两个都是女的 很想有个男生要继承家里的一切事情 但是一直没办法入圆一场 这个是什么业力 有这种说法 所以说可能很多人 我以前查过好像是两千多万人 可能男性多一点 像中国的话是这样的 这个可能是以前的计划生友 独生子 这样的时候家里要一个孩子的时候 很多都是选择男性这样的 但其实我们现在不管是开展活动也好 这方面应该是 也许我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对的 但是行持善法方面 可能女性是比较多一点 这样也许可能说得过分 但是有时候在监狱 这些里面是男性比较多 不能这样 开玩笑 这个可能不能这么说 但是的确也是在很多地方 你看学佛的有些团体 做慈善团体 这些里面可能女性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们人类的母亲是女性的 然后有一种爱 爱其实是慈悲的母亲 所以可能跟这种爱和慈悲有一定的关系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最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面 就是有一个领导的这个 凡是关于这个女性方面 也有在国际上是有不同的 这种维护女圈的维护女性的 也有很多就是这样的 我就这里不讲了 对吧 应该照顾后面的吧 你就这看前面的 这后面的 不好意思 我眼睛近视时的 这个后面的很不公平 特别道歉 对 前面已经四位女士了 我们请一位男士 男士可以吗 上师您好 见到您非常激动 以前都是在网络上看您 在线上见到您觉得 您比以前在网络上年轻得多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上师今天讲也是以慈善为主 我呢就说是以前呢就说是 自助一个女童就说是上学 我就想如果上师 如果以您的名义 或者您就是说是 搞一下就说这种慈善 就是搞一些一对一的这种慈善 可能说这些很多不是学佛的人 可能都会参加进来 就是说是可能效果是不是更好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这样的我们做慈善呢 也是很多年 当然我们可能一对一这样的执著 一方面是很好的 可能对每个一些卷助 就是卷政者来讲 也可能内心当中有比较方便的 但有时候工作和操作方面不是特别容易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一对一的 但是最重要的可能是 因为基本上意思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些愿意诸学的这些 专门诸学的项目当中 实际上也差别不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可能大多数都是选择 直接依靠基金会来直接帮助他们 这样也很好的如果自己一对一的话 通过个人的名义来可能寻找大学生 这样帮助的话 明年都是在全国各地有很多需要资助的 这些大学生 可能通过基金会来一对一的话 刚开始我们也做过这样 但是后来整个工作的程序也比较复杂 再加上一对一的方式 每一个家长的要求 有些慈善家和他的要求跟家长的要求 不是很相同的 家长有很多其他的要求 捐赠者有其他的要求 所以要长期下去的话 这个工作是比较难做 所以凭我们的经验的话 他如果愿意的话 直接给基金会联系 如果非要一对一的话 就是以个人的名义来做这件事情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谢谢上师 首先特别的感恩 有这种机会能聆听上师的这种开示 我为什么这么激动的想 特别的高举我的手 因为我是想把我一个闺蜜的一个愿力 在上师面前就是表达出来 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能见到上师的话 他会在上师面前发一个愿 默默地发一个愿 说是让上师加持 让自己有这个能力医治别人 包括这种心灵上和身体上的这个一个愿力 然后呢他又跟我说 如果我能见到上师相当于他就能见到上师 所以我今天见到上师相当于他见到上师了 也就是说我带他也就发了这个愿了 所以我就非常激动的想举这个手 在上师面前发这个愿 同时我也非常地随起赞叹他 我也想同样地跟他发这个愿 然后我正好也就是前面有一位企业家问过一个问题 他说他就是这个做企业和自己的修行 可能时间上有所冲突 我呢我现在有一个想法的一个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就是帮助别人的时候 有时候会需要金钱 而我们有时候个人的这种力量非常的单薄 在力量单薄的时候 就对这种钱财这种希求之心比较强一些 所以有时候就特别想求财 但是在这个求财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就会 心里会矛盾 如果求财呢 会不会让自己的心会走远了 所以就想请上师开示一下 我们怎么样才能守住自己这颗心 然后又能有这种金钱去帮助别人 感恩上师开示 这样的 求财 发愿 君子求财 取之由道 君子爱财 是吧 这样的一般我们可能做慈善也好 做有利益的事情一方面可能怎么讲啊 有一些可能对钱财的需求之心 这也是有的 但这个方面我就建议比较随缘吧 自己有多少的能力 就像以前佛经里面讲有一个女性 她看到波斯尼王供养的这种 僧众特别特别多的时候 她自己做一个小小的供灯来做回向 最后声闻缘觉吹灭的时候把这个灯都是没办法吹毁 后来佛陀说这是强大的发心力所舍的 一般声闻缘觉没办法吹毁这种灯 所以我们自己有什么样的财富 哪怕是一分钱也好 一毛钱也好 一元钱也好 这样的一种心态实际上也是用大菩提心来射出的话 其实这个功德是无量无尽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 包括做慈善 布施 这样我就产生一种傲慢心 炫耀心 嫉妒心 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耗尽了很多自己的功德 善根 所以我们依靠财布施也是随缘而安 这样可能比较好 同时我刚才讲到的其中布施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做法布施 也是对周围的这些人通过言语 来给他们讲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大乘思想 作为佛教徒 我觉得这也是最重要的财富 还有我们可以发愿 就刚才讲到的一样我们要发大的这种 像《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一样发愿的话 那种力量也是特别的强大 但不管怎么样你刚才还讲到可能修行和一些工作上面 有时候是世间上的一些冲突这些 其实这个应该可以这么讲 我们大多数人的这种忙碌 可能很多人认为是因为自己修行不好 因为做发心 做慈善这个原因 但这个我并不是完全承认 因为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世间也许可能去散乱 不一定因为发心的原因 很多人因为我太忙了 因为我闻思不好的原因就是我做发心 我希望我们这种人可以一个礼拜当中 你自己在文字上写一下你发心多长时间 比如说一个礼拜当中你发心发了多少个小时 然后你修行要多少个小时 然后其他的你散乱多少个小时 你睡觉多少个小时 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包括一些佛教徒 真正发心不一定耽误了你的最大量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这种事件 和发心之间的一些矛盾 很多人来讲可能需要重新做的一些功课 感恩上师开始 感恩上师 接下来我们请出最后一位 看谁是最后一位新颜 我们还是请一位男士吧 您看 好 这位 这位先生 尊敬的上师好 我也要问一个问题 请上师开示 就是我们是做生意的人 有时候为了感激别人或者感应别人 经常会请别人吃饭 可是我们是佛教徒 有时候不能吃肉不能杀生 这个有时候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可是有时候我们请别人吃饭的时候 我们到了 他们已经把菜点好了 在青岛就是一点一桌嘎啦 活虾活蟹子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纠结很难受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在路上老是这样的循环 每次要请别人吃饭 每次有一种内疚啊 有时候感觉不舒服 可是老是这样子 请上师开示 我想很多做生意的人 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请上师开示 这个事情怎么来处理 怎么样才能够如法 又能够感应到别人 又能够如理如法地能够做事情 请上师开示 谢谢上师 这样子 我们吃饭的时候作为佛教徒不能 因为自己是吃素的原因 让别人也是要求吃素 这个是可能不对的 昨天前天我们去一个地方 然后那个领导说 我们今天的餐桌上也有混的 也有素的 可以一国两制 我这个名词是比较新鲜的 也是赞叹 因为我们的人群 有一部分人是吃素的 有一部分人是吃混的 这样的话我说完全同意你的一国两制 有一部分吃我们就开始熟食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可能 因为你自己是吃素的 所以让他们 家人包括我们的朋友 全部必须要不点燃混的话 这是对别人来讲也是个大烦恼 这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这是我想一国两制还是可以的 以前台湾的有些法师也是经常说吃肉变菜 刚才你说的这件事情可能作为企业也好 作为有些跟社会交往的时候这也是难免的 尤其是我觉得像这样的海边城市 确实是可能造的这种杀生的业 这比较严重 可能你们作为佛教徒也好 非佛教徒也应该值得忏悔 我也在想如果我从小都是在这里成长的话 肯定杀了很多众生 所以可能更加要念金刚萨埵 比如说别的地方连十万金刚萨埵行住的话 你们海边的人可能要翻倍的二十万金刚萨埵 因为可能吃得比较多 这个上面忏悔方面更加要特别的 这是从小都是这样 不过幸好现在很多佛教徒大多数的归归归归归之后 基本上不颠杀甚至吃素的 这个是我们佛教徒应该是一个最大的贡献吧 如果你没有归归继续这样下去 不知道即生当中造了多少业 这一点当然我并不是说非佛教徒 佛教徒这边也是 但是我那天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说 他说我现在修行不好特别特别烦 我说这个也没有什么吧 至少也是你归归了佛以后 你亲自没有垫杀 这一点也是你一生当中可能 你归归佛教之后最成功的一个修行 我是当时这样讲的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 第三个方面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经常找的客人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想办法这一顿饭都不要有电杀的 那么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式 跟他们也提前地讲 今天的这一顿饭如果非要肉的话 最好是以前已经准备好了的 或者说是冰箱里面的 不然我们现在餐厅已经可能说是新鲜的 火的 这样的话这个是对我们佛教徒而言 如果你去买单你去的话 这也是过失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可能最好是 首先如果有这么一顿的话 你就首先 因为别人也不一定非要要求这样的 如果要求的话说一些网语 今天刚好没有新鲜的 还是 谢谢 谢谢上师 谢谢你